大家好啊 两会再开啊 几乎所有做自媒体的人 都盯住习包子那张猪头脸 在跟踪 在分析啊 其中有一个比较 给腻的一个说法啊 说这个习包子说话的腔调啊 那个做派有点像黑社会的老大 表面看起来啊 这样的观察 这样的分析 这样的总结是不错的啊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不太像 像什么呢像一泼妇 泼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人他做错了事情 然后他不承认错误 然后再躺在地上撒泼打滚 把所有的错误都退给别人 这叫泼妇是吧 所以我们小时候也看过 那些村里面的啊像我这种人 就看过村里面的或者你在上海 你也看见过那个那个所谓的 弄堂里的那些个泼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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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哭着吧 都怪你都怪你 哎呀就就就这种 他自己从来不会反思自己的 这属于这个市井里弄 这个街头向尾 或者是鸡脚干 你的泼妇的性格 西包子是这样一种性格 他不太像一个黑社会老大 黑社会老大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啊 他是言出必行讲义气的 特别讲义气 为兄弟的绝对的可以统许化 他绝对是非常讲义气的一个人 黑社会是不是 你不要买一台黑社会 为什么说说包子里像一破腹呢 你看到啊我看很多这个媒体 主流媒体都报道了 说这个中国经济现在不好 是吧 西包子其实也明白 完了以后呢 在开两会的时候 在政协会议上 座谈的时候说了一段话 说中国经济这五年来 发展的外部环境 急剧变化 不确定 极其难料难预料的因素 显著的增多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我国实行了全方位的遏制 围堵打压 是不是 给我国的经济的发展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是不是啊 那非常有意思的啊 这个话就是 他从来就不正为自己有错误呗 全是西方国家呗 但是中国人呢 他也不敢问是不是 也不敢多追问 也没有追问的环境 你要追问他 他把你抓起来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你要提出来 为什么现在西方的国家 要围堵我们呢 要遏制我们呢 要打压我们呢 那早之前 哥良好啊 美国中国 欧洲中国 日本中国 韩国中国 日子过得挺好的 生意过得挺好的 为什么突然又开始打压的呢 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 你至少可以讨论嘛 中国的所谓的鬼头 在那两回都没有这样的讨论 这意味着一个什么很大的问题呢 就是西包子 他是死不证错的 所以我这个频道啊 老是说一些个简单的尝试 比如说我写了十本书 陈思路 最后一本书叫我们怎样认识自己 我这个人从二十几年前写了一本书叫我们怎样阅读中国 到二十几年后 我写了一本书叫我们怎样认识自己 其实我标志着我的生命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真的 你包括这些国际事务也是一样的 你遇到这种事情 你最终最有效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把问题的追问的方向 你要指向自己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事情 但一个巴掌牌不想 我就用最通俗的话跟大家解释 是不是 不需要讲那些个理论不理论的 不需要讲什么比较优势啊 什么国际合作啊 什么价值公民的 不想这些个破知识分子的词 你就一个巴掌牌不想 你说过去美国西方赚中国的钱 赚的不要不要的 他已经赚成个路径依赖了 是不是 这是个知识分子词 为什么突然就不想赚了呢 为什么突然要围堵 你要打压你呢 肯定是有原因的 肯定你中国有什么事做的不对 这个时候 就第二位的原因 或者第二位的问题你要提出来 说我们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 我们能不能做起来反思一下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所谓的问题都推给对方 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改变对方 这个时候有效的方法就是问自己 而不是去问别人 因为问别人没用 中国跟美国吵架 你去骂美国没用 美国他不会变 两口子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 丈夫和妻子吵架 完了以后做丈夫呢 就自己不反思自己 完了也把所有的家庭 这个所有的麻烦的责任 都归给这些老婆 我他妈的就是倒霉 是不是 我他妈的就瞎了狗眼 我娶你这么一个败家女儿 这么一个婆娘 败家婆娘 是这个意思吗 那女人的也是一样的 我他妈瞎了狗眼 我怎么就嫁给你 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 是不是 我怎么就命就这么不好 大家都这么思考的 我告诉你 细胞子就这个水平 咱能坐下来稍稍想一想吧 我们自己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你当年加入世贸组织 你那么多的当时的合约 你签下来 你是不是遵守了基本的契约精神 是不是 你这些年 你是不是搞了不少的幺蛾子 他很有意思的 他一个这么大一个国家 这么大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连自己的问题的 基本的分析的意愿都没有 你说你怎么办 你跟他讲什么道理 所以我有的时候看中国的问题 过去我们曾经抱以期待的 那些个改开派啊 比如说李克强啊 汪洋啊 李源潮啊 是吧 胡耀邦啊 不胡锦涛啊 温家宝啊 我们都曾经 就是把标准降低呗 就只要让我们过日子就行 而且我这个人思考中国问题 我从来没想到 中国有一天 变成一个韩国式的民主国家 日本式的 台湾式的民主国家 自由选举 帮帮帮帮 怎么可能 别说习包子在台上 习包子退休了 再难一个李克强 或者再来一个什么汪洋 或者再来一个什么什么人 就哪怕这会儿 温家宝和胡锦涛又回来 又继续干 就哪怕现在江泽民 从一坨骨灰 又从海里面爬上来 又继续领导中国 这个闷声发大财 一样的不可能民主自由 一样的不可能自由选举 没有这样的事情 我从来不指望中国 会变成这样的国家 不可能 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老百姓 能够有口饭吃 共产党有肉吃 老百姓有点汤喝 这就是我关于中国问题的 全部的目的导向 这就是我思考中国问题的 所有的 我的动机之所在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想想你 这个国家经济搞成这样 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 所谓的什么西方国家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 围堵打压 是怎么得了 所以这个东西 咱一定要给细胞子一个定位 这不是一种黑社会的搞法 真的 这是上海里弄北京胡同里的 泼妇的搞法 臭不要脸的 真的是 你跟他讲任何话 都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们看到两会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有的人注意到了 我真没注意到 是别人注意到了 在推特上说我看到了 然后我找了一些资料 果然 一个什么现象呢 就是过去两会啊 政协开会的时候 有大量的这个企业家在里面的 什么马华腾 什么马云 柳传志 宗清后 什么王石 反正各种企业家 他都是坐在这个政协礼堂里面 在那里开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或者全国政协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 今年的所有的这些过去的一些民营企业家 都不见踪影了 你知道企业家这个板块就难道就没有 征协委员了吗 当然有了 全是什么呢 两种人 一种人那是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老板 是吧 还有人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这些年做这个芯片生意的 所谓的芯片产业的新型企业的代表 你想想你这个事不是很扯淡吗 你中国的芯片全是在那里喝扎哄哲 全是在那里骗 骗细胞子的钱 是不是 然后在上面一直刻个字 浓心 是不是 然后骗的不要不要的 说全国这两年光芯片这块加了多少钱 三千个亿炸进去 有的人说三万个亿 三万亿人民币 有的人说三千亿美金 炸这么多钱炸进去 炮都没有一个 是吧 芯片这个东西 中国的这个研发水平等于零 中国的制造水平 连零都没有 是负的 根本就不行 所以你想想他搞这些个人 搞到全国政协 做全国政协委员 他什么目的呢 诶 然后我们一堆人又在那里研究 又思考 就你细胞子的破釜性格 我们就知道他跟毛泽东特别像 毛泽东当年搞过一个事情 叫全民大零钢铁 是不是 今天有人放出一个照片 呦我看到以后 我真的是 真的是笑掉我的大牙 说当年宋新林 这个兄大五老的老女人 那年六十五岁 他都跑到这个村里面 去跟农民一起大连钢铁 在那里看这个钢水在那里 熊熊的在那里燃烧 在那里跟农民工在一起 在打铁呢 你知道他当年他为什么要搞大连钢铁吗 因为全世界都围堵中国 中国共产主义邪恶的政权 红色政权 那个时候毛泽东特别想打仗 打仗就需要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什么核武器 那个时候需要什么 需要钢铁 钢铁干嘛 飞机大炮 造大炮 造飞机 飞机造不出来至少可以造大炮 是不是造枪 都需要钢铁的 中国的钢铁产量不足 没有啊 造枪袍造不出来啊 所以全民大炎钢铁 你说大炎钢铁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来打仗 那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习猫子 连刘鹤都说了啊 我们要举国之力 要发展中国的芯片产业 你说这个东西 它怎么可能是举国之力呢 是不是 这是我们前点上的批评方式啊 说你他妈的违背科学发展的一般的尝试 现在看的没那么简单 习猫子在全国政协上面 用了那么多的芯片公司的企业家 一群他妈的骗子 是不是 那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呢 所以我们认为呢 接下来中国一定会全民全国 掀起一个大干芯片的这么一个经济活动 经济运动 就像当年毛泽东搞大链钢铁一样的 大链钢铁的目的是为了打仗 造大炮造坦克是不是 那大造这个芯片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打核大战呢 今天的军事工业 你如果没有芯片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农子耳朵 一个摆设 你大炮 你连导弹打不出去 需要芯片导航的 你飞机也飞不上去 你需要芯片导航的 是不是 你核武器更是了 你放个核武器上去 没有芯片直接就掉下来 砸在你细胞子的猪头上面了 所以你知道吗 今年开始肯定会兴起一个全民 叫大链芯片的这么一个愚蠢的运动 有一句说一句 你如果人在中国 你倒是可以用这个东西 赚一点细胞子的钱 骗点政府的财政拨款 完了以后再忽悠点 制造几个假情报 假消息 假新闻 说我们成功的制造出了多少多少英寸的 多少多少纳米的芯片 向习主席汇报 当年就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 我们念出了钢铁 我们要把它送到北京去 向毛主席汇报 中国它就这么幼稚 幼稚 就这么愚蠢 就这么搞笑 所以你怎么能说 习包子是黑社会的脑大呢 它是一个泼妇 正儿八经的泼妇性格 谢谢